书接上文 上文书啊 咱们正说到 这个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索 在青海和安达汗会晤了 其实这次会晤 我算不上是强强联合 安达汗呢 无非就是大明朝封的一位顺义王 那说到这儿 您有印象了没有 这安达汗顺义王啊 其实就是那个三娘子的老公 就是咱们那个主线书 准个二韩国 咱们说过的那个 嫁了四代大汗的那位三娘子 这位安达汗呢 在草原上挺有手腕的 老厉害了 可是他必定只是一方豪强 一方草原领主而已 能控制其他几个呀 追随他的部落 说实话呀 人不少 加起来也十了万 但是他必定不是贡主 他和那个蒙元时期那些为大汗呢 包括现在 这北原正硕林丹汗一脉都比不了 人家林丹汗呢 虽然偏居这个草原的东部 但是人家是这个整个 蒙古公认的贡主 这安达汗呢 他有野心 他不甘愿就做一方的顺翼王 所以呢 才答应了和这个三世达赖 索南加措会面 那索南加措这边呢 虽然现在呀 他是格鲁派的领袖 但是这格鲁派这会举步为奸 拉萨地方政权 藏巴汗不喜欢格鲁派 人家是哪个派 人家是嘎举派 哎 这不但他是嘎举派 当时大皇帝 也就是明朝的皇帝 他也是支持嘎举派的 这三世达赖一想啊 那现在去抱这个明朝皇帝 这条大腿啊 暂时抱不上 那就推而求其次 找一个狠角色吧 咱们一定要重点的说一句 现在无论是藏族同胞 还是蒙古族同胞 都是咱们56个民族当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起来呢 现在哪一个都是咱们汉族人的亲切 哎 亲都不能再亲的亲切 咱说说呢 说的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 那会儿说呢 这藏族人的战斗实力 他远不如蒙古人 这三世达赖 攀上暗达汗这一支之后 他就觉得可以放心了 别再先不说 真动起手了呀 咱这胳膊根可就粗了 那最重要的部分来了 双方互赠了封号 这暗达汗呢 封达赖喇嘛 为圣食一切瓦齐尔达喇 达赖喇嘛 这个封号啊 要是细讲起来可麻烦了 咱们这书馆是一个普及性的愚众节目 稍带手的呢 给您普及点知识 咱们就简化的知道啊 这就是啊 显密两宗最高成就者 学识渊博的大海上师的意思 那这索南加措呢 就是三世达赖 那前边他转世而来的 像什么这个根吞猪霸呀 根吞加措呀 那就是一二世达赖喇嘛 这才有了这达赖一系 到了这个1587年的时候 明朝政府呀 又给这个三世达赖索南加措一个封号 叫做多指唱 意思是什么呢 是金刚总持的意思 但是咱们这说呢 虽然有了当时中央的这个封赏啊 但是多指唱这个名号啊 并不响 因为很简单 这明朝政府还是信任这个 嘎举派的藏传佛教 哎 人家那有黑红帽子法王呢 所以说呀 这个多指唱这个封号也不响亮 哎 直到1588年 这索南加措呀 在红法的路上原寄了 那有人说 这个大活佛也得出去红法吗 没办法 这大活佛达赖呀 虽然有了封号了 但是基本上就没怎么回过西藏 因为这个西藏地方政府 以及这个强大士族 联合这个嘎举派呀 黑红帽法王 对格鲁派采取了非常残酷的镇压 最大的一次屠杀僧众啊 屠杀这个格鲁派 也就是皇教 5000多僧众 那有人说不对呀 那废了半天进青海会盟 不就是为了给这个格鲁派 找一个粗根儿抱吗 要的不就是再打起来 咱们可别疏手啊 哎不行 那句话说的好 鞭长莫及呀 这卡尔卡蒙古啊 离这个藏区青海地区远着呢 要说呀 这蒙古骑兵不含糊 每次来呀 都能把这个藏八寒的势力赶跑 但是也就在于赶跑 那只让你一撤军呢 那换回来的 那就是人家疯狂的反扑 所以三世达赖觉得 在这个拉萨西藏待着 不消停 干脆也出来红法吧 这么说吧 你西藏啊 有十三万户的信众 可是呢 我出来呀 给这个蒙古地区 给青海地区 给康巴藏区 给这些地区 红法传教 我呀 也有十几万的信众 这长不回去呢 也就不想回去了 所以呀 这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措 才死在了 元祭在了 红法的路上 那他一元祭呢 自然呢 就得主持灵通转世 那藏区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听说达赖喇嘛呀 元祭了 所以呢 就赶紧筹备 转世灵通事宜 可没过多久啊 就从三世达赖喇嘛 身边传出消息来了 这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措的大管家 班杰加措 给西藏皇教的这些 大德高僧写信了 你们别找了 这个三世达赖喇嘛 显灵了 留下了遗嘱啊 转世灵通不出的西藏 出在蒙古 那这转世灵通是谁呢 说起来不是外人 就是俺达汗的亲曾孙子 那这一下子就谁都明白了 这就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一重交易 你来保护我的教派 我呢 让你的孩子成为 我们这个宗教的最高领袖 那这俺达赖一方 他更是高兴啊 那政教合一呢 是什么力量啊 更何况我们这都不叫政教合一 我们这叫政教系出一门 所以这双方啊 一拍即合 这四世达赖 成了达赖转世系统当中 唯一的一位蒙古孩子 那您想去吧 那这蒙古人这下子呀 那可真是给这个皇教撑了腰了 立刻呀 在这个1602年 派蒙古骑兵南下 京宁下走甘肃 入青海 直接就把这四世达赖送到了拉萨 授戒之后 坐床典礼 就成了四世达赖 云丹家措 哎 这蒙古兵啊说来就来 那么说也得给这个四世达赖配一位师父 西藏的三大寺 甘丹塞拉 折邦寺 因为常年呢 受到其他教派的冲击 已经啊 找不出什么像样的大德高僧 于是大家就想起了扎实伦布寺 从这个扎实伦布寺就请来了扎实伦布寺的法座 当时啊 大家觉得唯一能够配得上给四世达赖做老师的人 这位高僧的名字呀 叫做罗桑 雀吉兼赞 那么这罗桑雀吉兼赞是谁 这就是啊 四世班禅大师 因为现在这班禅戏也还没有封号 所以咱们只能这么说 您知道他是四世班禅就行了 这也是啊 这个班禅和达赖第一次成为师徒关系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班禅和达赖啊 就是谁转世在先 谁就是师父 后转世的呢 那就是学生 这种互为师徒的关系呀 一直延续很久 其实呢 通过咱们这两天的书啊 到这儿得画一个小重点 就是说呀 为什么 一是班禅大师克朱杰 那当然是后来被追认的一世 他生活在前葬 为什么班禅的势力 却在后葬的扎什伦布寺呢 那就是因为这第四世班禅大师啊 他来自于后葬扎什伦布寺 他的这个体系 以及追随者 也在后葬扎什伦布寺 所以扎什伦布寺 一直是班禅大师的主寺 一直到今天 那昨天咱们就说了 为什么达赖喇嘛 他最初一是达赖跟敦猪八 是在扎什伦布寺 后来他的势力就在前葬呢 那是因为二是达赖喇嘛 跟敦加措和这个扎什伦布寺的法作不合 被排挤到了折磅寺 所以这达赖喇嘛一系 才留在了前葬 拉萨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解释起来呢 就这四句话 但是捋起来挺麻烦的 你看咱们得用两段书的时间 不过呢 我反思了一下啊 咱们捋的还算清楚 我听过很多自媒体 以及啊 这个导游给大家讲这个环节的时候啊 通常我都是偷笑不止 因为啊 我就是他们聊的 就是大鼻子喝面茶 稀里糊涂啊 得嘞 咱们不巴着别人了 咱们继续聊咱们的故事 那自四十达赖 在拉萨坐床以后 那身边总是有一些蒙古人 哎 城外永远驻扎着蒙古兵 那谁不干了 人家藏巴寒可就不干了 人家是地方的政权 那想办法吧 一定要结束啊 这蒙古和古鲁派的亲近关系 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呀 这藏巴寒也派出自己亲信的嘎举派 到蒙古地区去传教 有用吗 有用 没过多久啊 盘踞在青海地区 支持黄帽系 这蒙古人呢 就被轰出了青海 不但如此 就连蒙古的正硕大寒林丹寒 也信奉了嘎举派 这个知脉故事头绪太多 和咱们这个活佛转世的这个故事关系不大 咱们呀 故事里放弃 那这藏巴寒还有其他的主意没有啊 他还设了一条计策 那就是他早早早早的 就让这位有蒙古血统的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加措 28岁的时候 就圆寄了 并且这四世达赖喇嘛 圆寄之后 他一下子就摁住了这格鲁派的七寸 不让你再转世了 因为你现在的格鲁派 首先不是师祖传承 再有呢 也不是血脉传承 你要想转世灵同 就有一个大套的规则 以及这个流程要运行 那我作为地方政权 我不让你这个流程进行 你就没法转世 这一下子 这格鲁派可就低到了 有史以来最低的低谷 引以为傲的拉萨三大四 都被嘎举派慢慢的渗透了 哎 说句难听的话 就祖庭没保住 格鲁派唯一的一块净土 就只剩下远在后葬日卡泽的扎实伦布斯 所有的重担也就都烙在了这位扎实伦布斯的赤巴法台 罗桑雀吉尖在身上 那现在呀 这达赖不让转世了 那他现在呀 就是格鲁派最大的大德高僧 唯一的掌权者 那怎么办呢 必须也得恢复达赖一系 让他转世 这样啊 本教门就还有希望 嘿要说呀这老天爷爷的饿死虾家强 就在这会儿啊 这倒霉的脏巴寒呢 生病了 生病了就得看病 这一看病啊 这两只眼了 因为呀 这个藏衣都控制在大喇嘛手里 这找遍了各派的大喇嘛 那么说哪一位大喇嘛的医术最好呢 巧了 就是这位啊 格鲁派现在的当家人 罗桑雀吉尖赖 说实话 这个藏衣啊 属于是半屋半衣 但是他肯定啊 也有能治好的病 哎 就是这么巧 这大喇嘛 罗桑雀吉尖赖 来到了藏巴寒的宫殿之后 手刀病除 给这大喇呢 吃了几服药 降了几次神之后啊 病好了 借死还不赶紧的跟这大喇提要求啊 说您哪 还是让我们答赖这戏呀 准事吧 那这会儿藏巴寒 默不开了 你说刚让人家从这个死神面前 给拉了回来 然后人家提这么点要求 你就不答应 那于是啊 这藏巴寒也说了 让你准事行 这回准事得听我的 这准事灵通得是咱们的人 那罗桑雀吉尖赖 一看呢 这事儿有火能活动 于是就连忙答应 说您放心 咱们呀 一定找一个您信得过的转世灵通 这武士达赖喇嘛可就来了 这武士达赖喇嘛的转世灵通啊 出在拉萨的穷杰巴家族 这可是西藏的大贵族 他们家呀 和这个藏巴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密切到什么程度啊 这藏巴寒呢 是这位转世灵通 也就是武士达赖喇嘛 父母的媒人 也就是说 没有这藏巴寒当初的千线大桥 就生不出这武士达赖来 您想想这关系 它不是杠杠的吗 这武士达赖喇嘛坐床 又拜四世搬禅为师 当然了 这会儿它还不是搬禅 我们还得称呼它为 罗桑雀吉兼赞 那它什么时候是搬禅呢 一会儿快了 您继续往下听 这一日长两日短呢 这武士达赖可就长起来了 这武士达赖的法名叫什么呢 这武士达赖的法号啊 叫阿旺罗桑加措 这四世搬禅 武士达赖 这爷儿两个一商量 这样下去可不行 这西藏政府藏巴韩呢 他不听咱们爷们的 他不支持咱们 人家呀支持嘎举派 并且把支持咱们的蒙古人也都轰走了 咱们还得找一条粗腿豹 哎 他就想起啊 厄鲁特人来了 哎 就是咱们说过的准干儿韩国那帮子人 当然那会儿还不是准干儿韩国 那会儿是厄鲁特四部 这咱们大故事线里边都聊过 正赶上的厄鲁特四部里边的领主顾史函呢 哎 欺负了 谁欺负他了 这 赖尔丹他爹呀 巴托尔昏台机呀 这顾史函觉得呀 在这个新疆那片啊 当然那会儿也不叫新疆啊 反正就是墨西蒙古地区待不下去了 他就想啊 带着自己的布重 迁袭到青海 这格鲁派呀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很快就跟顾史函呢 联系上了 一拍即合呀 你保证我这教拍坐稳 我呢 给你宗教上的支持 让你在青海西藏站稳脚跟 您听明白了吗 是在青海和西藏站稳脚跟 那意思很明显 这四世班长和五世达赖 师徒二人呢 就是让这顾史函呢 一下子拿下西藏青海 就成了藏王就完了 老跟我们找事 这藏八寒呢 别客气 弄死他 哎 这顾史函呢 挺随和 一切一计而办呢 这五千蒙古大军杀到西藏 就真把藏八寒弄死了 西藏的政权呢 就落到了这蒙古人手里 成立了什么样的一个韩国呢 这个韩国的名字叫 何硕特韩国 控制青海西藏 这顾史函呢 是个聪明人 他虽然成了这一地区的 最高权力掌握者 但是啊 他要找一个大哥 他大哥是谁呀 扭回头看向中原 这会儿中原呢 河山变色 已然不是大明朝了 哎 大清朝了 顺治皇帝就成了这顾史函的 带出大哥 顺治皇帝可就封了顾史函 为顺行文艺惠敏顾史函 承认这顾史函呢 是西藏青海之主 但是是自己的附属国 并且召见了武士达赖 就在北京城册封武士达赖 为西天大善自在佛 所领天下誓教 普通瓦赤拉坦达赖拉嘛 这回算行了 这格鲁派一下子飞黄腾达 自此以后 有清一代 这格鲁派可就替代了前边的 什么萨迦派呀 什么宁马派 成了中央政府支持的西藏教派 那当然了 这里边有原因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后文书啊 讲到喇嘛说的时候 我会给您细细的讲 这回行了 这格鲁派呀 是要胳膊根有胳膊根 要后窜有后窜 并且呀 这喜事还有一个 对这格鲁派呀 算是一件喜事 可是对这个达赖而言呢 是不是一件喜事 还得单说 这顾史函呢 赠予了 罗桑雀吉 奸赞一个称号 什么称号 叫班禅伯克多 这班禅一词啊 是大师的意思 伯克多呢 是一句蛮语 是对大智慧者的一个尊称 这顾史函的用意呀 显然很明显 他也不想 让自己扶持的这支宗教 这支教派呀 一支独大 不能只有达赖一系 册封班禅 就是为了让这个势力均衡一下 那咱们今儿这段书啊 也讲完了 至于这中央政府啊 在册封这个班禅大师啊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那是之后啊 很长一段时间的事 准盖尔汗国都灭了 盖尔丹也死了 不过您放心 咱们肯定能讲到 从明天开始啊 咱们就得围绕着 乾隆皇帝的那篇 喇嘛说开始讲了 咱们呀也进入了咱们这活佛转世的尾声了 咱们要说是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要给这个喇嘛教的活佛转世 定下一套严苛的规矩 得嘞 您早歇着 咱们明儿见 咱们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